对于马席会 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表示 赞同两岸交流 但是要在对等跟尊严的原则下 宋楚瑜强调 马席会不论是在开场或会后记者会 不仅没有主场优势 也明显没有做到对等 来到台中和支持者搬干净 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 坚持一步一脚印耕耘地方 而提到前一天的马席会 宋楚瑜直说 对马总统的表现很不满意 认为马总统只负荷一中的说法 不仅没有主场优势 也没有做到对等和尊严 宋楚瑜认为 马总统在开场的时候 花了过多的天幅 表达一中和九二共识 没有把握机会强调中华民国在台湾 会后自己亲上火线开记者会 和对岸派的国台办主任发言的错法 格局相差太多 至于对岸说飞弹的部署 只是一般防御性 并非针对台湾 他也不认同 宋楚瑜向对岸喊话 两岸问题应该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不能只靠飞弹 马其会才刚结束 怎么解读各方的看法不一 记得点健身 台中报道